贵州有一道传承六百年的行军菜 土鸡毒豆腐是明代南迁时带来的名菜 有着二十多年厨艺的高师傅 根据毒的烹饪方式改良次看了一道豆花毒鱼 豆花毒鱼离不开贵州人的麦子酱料和瓷巴辣椒 麦子酱料的制作颇为复杂 选用颗粒煎食饱满的贵州小麦 先泡发然后蒸熟晾凉发酵晒干磨成粉 加天然香料汤搅拌成酱 再反反复复五六十天晒制才能发酵而成 混入用尊义七星椒大方皱椒花细辣椒制成的瓷巴辣椒 麦子酱的厚重底味瓷巴辣椒的香辣味 成就了我们贵州的酱香味底料 用豆花垫底把鱼经过腌蒸卤呛 读五道工序 让酱料豆花和鱼相互交融 得到豆花毒鱼这种贵州独特的美食 来贵阳不尝尝豆花毒鱼就是一种缺憾 好错